最近美元指数出现反弹 周五DXY收盘在92.77 DXY的日线走势出现破底翻的形态 同时美国国债利率相较于上个礼拜 上涨的趋势有所减缓 处于高位震荡 有些人开始担心美元是否会从此走强 像2011年一样 对硅金属及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长期负面影响 我想说的就是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美元未来崩盘的最终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且这个事情发生的时机也是越来越近 首先最近美元指数的上升 主要是由于日元及欧元的相对贬值 美债及日债利差的扩大 造成了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大家开始借日元 然后换成美元 再购买美债 造成了美元需求的上升 从而推高美元的汇率 同时由于美债利率的上升 对成长型科技股造成压力 许多人的投资从股市出来变成现金 临时增加了现金美元的需求 实际上美元指数的上升 并不能代表美元购买力的增加 各种大宗商品的价格仍旧在不断攀升 只是若以日元或欧元计价 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的幅度更大而已 由于世界货币体系已经不存在订帽 所有货币的购买力都会在不断降低 差别的仅仅是下降的相对速度而已 美元指数的上涨 也是由于市场天真的认为 美联储能够有能力及勇气控制通胀 2013年的Taper Tantrum 即2018年底股市经历的Christmas Massacre 已经用活生生的例子来证明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只能向前走直到撞到墙 QE的磨合一旦打开就不可能关上 所以会永久QE即QE Infinity 我在上一期中也说过 美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个临界点 未来美联储会变成美债的最后且唯一买家 美联储负债表会上10万亿甚至20万亿 美联储未来所要做的决定就是 要让美国政府破产 还是让美国民众破产 在上个礼拜国会听证会上 有个预言问Janet Yellen说 你在当美联储主席的时候 就表达了对美国国债数额的担忧 但是当时美债与GDP的比值仅为70%左右 现在国债以达GDP的130% 为什么你现在作为财政部长 反而不担心美债呢 他的回答是 由于现在利率非常低 国债利息的负担 相对于GDP还可以承受 可惜的是 这个议员没有再追问 那如果未来利率上升 结果会是怎样 除非你认为利率保持在接近于零 将会持续到永远 我想Janet将会无言以对 也许他会说 GDP的增长在未来有可能超过债务的上升 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少呢 当通胀上升时 美联储若加息 收紧货币供给来控制通胀 那美国政府就有可能没钱支付利息 而违约破产 美债价格将会大跌 以国家信用作为支撑的美元 也会崩盘 为了不让美国政府破产 美联储会一直维持在低利率 还不得不将债务货币化 造成通胀失控 美元的购买力不断快速降低 以通胀的形式剥削民众 让美国民众破产 同时美元相对于其他 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国家的货币 将会大幅贬值 逐渐失去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所以无论哪种情况出现 美元垮台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这个过程刚开始时是缓慢的 但会不断加速 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做准备 还为时不晚 不要被市场短暂的波动而蒙蔽了 双眼 认为危险已经解除 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拥抱各种风险资产 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 一旦认定了大的投资方向 就要坚定的执行 未来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好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